這樣子 直接打結就好了 你不用跟我講說 老師 我要不要再回一陣要幹嘛 不用 因為你已經到邊邊了 可是 那可是呢 你們現在是不是有遇到一個 這個 你今天用裁縫車的時候 拜託 你們如果裁縫 你看像我到這裡 我這個每個都收線頭 對啊 那個線要怎麼收 你裁縫車要怎麼收 第一個 你在車的時候 你從這裡車 你要把底線引上來 底線引上來 那個頭留著 是不是兩條線都在這裡 就直接車了 不要在這邊回一陣 你上來以後 用那種盲針 是不是有那種 把線直接掛上去 然後在這裡直接掛上去 然後放到下面去幫它打結 這個都要做這種動作 要不然你拉一拉 你是不是都跑掉了 對對對 不只跑掉 有些人會說 老師 我在這裡都打漿 就是 到車後 這裡是不是都很醜 對 之後都不能這樣 我說 我不能忍受 我就告訴你們 因為我覺得我們就好不容易挖得這麼辛苦 你應該是把下面的底線先引上來 引上來 因為你引上來才不會在下面一球 那你都車完了以後每一條線都在上面 再一次把它弄到下面去打擊就好 這個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是手縫的話 手縫是不是剛剛是我這裡有長線頭 你都是要有長線頭的動作 那如果說今天就像我剛剛壓線壓壓壓 壓到這裡 我這裡又不能壓了 比如說 有時候要換線也是一樣 要長線頭 因為我們常常像我很省 我常常都會線 就是縫縫縫縫縫縫縫到不夠了 我才撿掉 可是它是在半路上 在半路上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先縫這邊 你看我現在這樣 上下 你就記得你的開始跟結束 都要有一個上下 就是這個 是手縫的 這個是手縫線頭 就是這個一定要 比如說我這樣縫 縫到這裡 縫就沒了對不對 我的動作是 往前一點點要假裝 它還是在縫一針 因為如果我在這邊結束 這就出一竜 這裡就是一個空洞 所以往前一點點 往下 往上 往上請你要救好 一定要在這個洞 就在他旁邊 這樣是不是這樣子對不對 接下來呢 因為你往上往下 插進去不要插到下面 一樣是只有這個布跟一點點綿 插過去以後 這裡就很漂亮對不對 在這邊打結 打結以後 往後拉 因為你是這樣子嘛 你就往後拉 他是不是這裡布就跑一個洞出來了 這樣把這個洞放上去 一拉 你看就不見了 那你要起針一樣 我是不是因為線不夠 那我現在要起針一樣 你就算好不要從這裡 往前面一點點 因為要讓他那個是有延續的 所以你的起針是不是就要在這樣子 比如說是在這個洞 有沒有 是不是我在這裡結束 又要再從這裡 是不是又一上一下一直過去 他頭尾都要長線 對 如果你是在中間 對 你在中間要換線 或者是說 我有可能因為 像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這個作品 我中間我想要壓 我來看 是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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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